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 昨天啊爆出了卢班十五东方的局内动作和特效 但是很多人很好奇卢班又这个皮肤是怎么打架的 今天我们就看一下啊 说实话这个走路的姿势还是这么欠揍 不过可爱程度又上升了一个档次 红机打出烟花 电环小子同款的设计动作都是挺棒的 花38块钱搞一款低配版的电环小子 想想也是不错啊 然后就是钟葵的一级战略皮肤神技守卫 这款皮肤绿的让人头皮发麻 可以说没有什么特效 就一个字绿 绿就完事了啊 一个绿色行走的防御塔 毕竟是一级战略皮肤 顶多算个勇者吧 除了外形 技能效果还不如半生皮肤 然后就是新赛季战略的星源部件 既然是孙策的星源皮肤 这个太意外了 因为刚出孙策的星源皮肤不久 紧接着又来了一套 这款是孙策猫狗日记的蛋糕烘焙师 感觉挺难看的 反正我觉得真不如大灰狼啊 然后就是典藏版战略奖励的动态头相框 还有典藏版赠送的荣耀播报 还是挺好看的 有一条龙在头顶 不过多花这么多钱 就换这两个东西啊 想想还是买38的就行 这个确实不太值 还有15东方的四件套 头相框荣耀播报 击败特效回城特效 其中这个回城特效确实不错 鲁班带着这个特效回城 估计是两个狮子在舞动啊 另外除了鲁班中奎的皮肤 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就是大家关心的新版战令 送的英雄和皮肤了 英雄先进绝大部分都有了啊 皮肤送的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精英版战令 就是买不买进阶版 都会送的英雄和皮肤 六选一不是全部都送啊 跟以往不同的是 下赛季的战令任务 是可以刷新的 任务完不成 那就换一个 这个设定相当不错 最后给大家曝光 世界被鱼记的新皮肤 雀之灵 终于来了啊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的那么新赛季荣耀战令奖励 就是这些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